大家都知道昨天一个重磅消息 习近平主席会在下周二三出席一带一路的高峰论坛 要发表一个主旨演讲 据悉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将会出席论坛 并和习近平举行会谈 当然除开习普的相会 大家更关注11月APEC 习拜能不能相会呀 因为目前来说有一个看点 就是被美国制裁的香港特首李家超 能否前往美国旧金山参加会议 因为据港媒昨天的消息 李家超还没有收到邀请 但是香港官员像是经济发展局长 有会出席其他部长级的会议 都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的 但是我们又问一个问题了 就算是习近平主席会去旧金山 美国你有做好准备吗 因为旧金山真的是事故频发 我们之前讲到的就是 有一个男子驾车冲入了 住旧金山总领馆 警察开枪是打死了司机 目前白宫是持谴责态度 进一步的消息还有带厘清 包括大家都知道的歌神 陈奕迅在旧金山开唱了 却在开唱之后 抢旧金山到处都是丧尸 也就是隐君子 以及地雷 也就是当街都是排泄物 对此我想请教一下 谦歌首先第一个 部长会议和领导人会议 它毕竟还是不同的 不给李家超发邀请函 但是给这些部长发邀请函 我想问一问 这个我们该如何去解读 第二个就是刚刚看到的 旧金山事故那么多 究竟有没有准备好呢 第一个我觉得不管李家超 有没有接到邀请函 我觉得习近平都会去APEC会议 那当然中国的外交部已经在跟美国斡旋 但是呢如果美国没有给李家超发邀请函 的话美国基本上会很难看 一定会很难看 为什么呢 我跟各位模拟一个你想象的一个空间 就是11月份习近平到了旧金山 那大家都所有的领袖都坐在那里 媒体也在那边拍 轮到这个习近平讲话 习近平就在全世界的面前 把拜登数落一顿 那这个是多难看的事情 怎么数落呢 这个数落可以说 习近平可以讲的非常的理性 而且讲的在全世界都可以接受 也都会支持 他可以说 主席国就是的任务 就是办好一个会议 那他的权利 他可以邀请其他的来宾 但是他没有权利剥夺 有权利参加的人 香港是有权利参加 他被剥夺 这个是主席国滥用主席权 是人类间最糟糕的一个恶劣的行为 这种行为会让人觉得很恶心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够了嘛 可以把这个拜登骂一顿嘛 就是你没有权利 你却这样做 那以后所有的国家 是不是都 所有的会议的主席国 都可以为所欲为 为什么不遵守这个国际规则 为什么不遵守这个国际资讯 为什么不按照APEC的会议来走 所以你想想看 把你骂一顿 那这个对中国道路来讲 站在正义的高点 而且刚好凸显 你这个主席 那拜登坐在那个地方难看死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你要双边会谈可以啊 双边会谈开前之前 我再把你骂一顿 那也有可能吗 那这个更难看了嘛 然后第三个 如果今天李扎超就坐着习近平的专机去呢 你美国 你美国敢不敢挡啊 对不对 这个就更难看了嘛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美国人是在耍笨 拜登是在耍蠢 我的判断 拜登到最后会给 会给签证 冲刑者 绝对会给 我不能讲绝对了 因为这个太危险了 小心哦 有视频有真相 如果拜登做到这么的难看的话 因为我们再强调 李扎超是有权力出席 他不是 这是他的权力 那所以 你美国就有义务 一定要发邀请函给签证 这是你的义务 而一个国 一个人如果不进义务的话 是要被惩罚的 要被签证 就要像说我们有缴税的义务 我今天不缴税的话 我是要被惩罚的 我有遵守红绿灯的义务 我如果不遵守红绿灯 我是会被惩罚的 美国有这个义务要发 邀请函给这个李家超 所以他没有发 是他不遵守 他要被惩罚的 所以我觉得 中国要动员所有的盟国 在会议中都来谴责拜登 如果你想想看 如果不只是中国出来谴责 每一个APEC的大部分的成员 都出来谴责拜登 你这个拜登坐在那地方多难看 是 所以说我总结一下 谴责的角度呢 就是说 李家超可能不会成为APEC 习拜两个人 能不能见面的一个指标 但是完全能决定 到时候习拜两人会的 中国感受到的 友好程度和不友好程度 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中美 可能下一个阶段的较量了 以及会影响 习一名主席 可能对于美国各方面的一个态度了 我最后说 你不许多感动 谁能够 我需要美国各方面的